好啦 臭門你那麼辛苦 我今天不收主持費 主持費通通 你要去繼續投資你自己 真的真的 不收了 不收了 替李嘉威保養品牌站台 主持人黃紫嬌口罩包緊緊 最近因為疫情升溫 黃紫嬌也成為受災戶 婚禮又被迫喊咖 我們的婚禮從一開始籌備 然後到現在已經一年多了 也很遺憾的 就一再碰到疫情升溫的時間 其實差一個禮拜 就可能不是這樣的狀態 所以我跟我太太覺得 再這樣子麻煩各位下去 包括親友啊 還有溫固啊 真是過意不去 黃紫嬌跟孟耿如 在臉書PO上婚禮花絮 原定去年4月結婚宴客 但是當時碰上疫情 延到今年的5月16號 今年1月又宣布 縮小成假演的形式 還有原本計畫 由愛途陸陸主持 恩師張小燕正婚的秘密派對 還來不及曝光 現在全部都取消 雖然政府現在還沒有說很明定的說是三級 但誰知道明天會怎樣 後天會怎樣 所以昨天晚上我們花了10分鐘的時間 很理性的快速的做了決定 然後就結散 各自通知親朋好友 婚禮被情缴局 黃紫嬌更自嘲是演藝圈史上最波折的新郎官 就臨原定22號要登場的婚禮市集 這下也先取消往後演 然後所有市集的攤主也是 很多人都為我們特製一些些商品 那很抱歉的就是16號婚禮派對 還有22號市集就宣布全部取消 以後我們有緣再見 不光是如此連工作也受到影響 由黃紫嬌配音的動畫 勇者動畫系列原定6月首播 但是考量疫情期無法宣傳 現在改期7月播出 TVBS新聞莊全神獎勒的喔